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Minde 最近封测游戏还真的不少 真的是不得不佩服中国的高产人 新生计划 该游戏在中国叫做一城达米拉 在去年的9月进行首次封测 开发商是中国的小牛护鱼 代表作为以仙之名以及匪食之心 据开发人员表示 该游戏投入的研发预算将近1亿人民币 而当时封测的开发进度为35% 不过在游戏还没有引发热度跟关注的时候 就被无预警下架了 而这之后就无声无息 连官方的TAP跟B站都没有后续公告 这波操作也是挺迷的 据我推测大概又是版号跟内容审查出了问题吧 而后续开发商就接洽其他厂商代理出海了 而目前台湾是由Nova Star Game代理 是中国的复兴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在今年2月16号有在日本代理发行一款 商海还请来了《深川葵大神代言》 而该款游戏在台湾是由中国的 苏州爱洛克在台子公司Mofang Game代理 于2021年上架 当时的名称叫做《太古一文录》 但这款游戏在2020年时就已经出现过了 当时是由北京盖亚护语的在台子公司火燃游戏代理 游戏名称叫做《万灵爵》 不过在2021年的11月左右 就无预警的官服了 毕竟是幻皮游戏 随时高歌离席 你也拿它没办法 看到这 有没有觉得开发《剑侠世界3》的西山区 真的是越来越落后 耗费几年的时间却还是端出类似的游戏 那回到本次的主题 该游戏仍为封测阶段 开发进度来到了55% 玩法为塔防养成 初始巨型的铺层上稍弱 开头动画有点刻意聚焦 是蛮明显的魅仔取向 而3D模型上 其实我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乍看好像会觉得服装跟动作呈现是蛮好的 但细看就会有种换皮手游感 很像常见的仙霞建模套上二次元皮 不过目前是封测阶段 就当未来可惜吧 角色悬战方面 能明白厂商的初衷 是想展现精心设计的动作 所以刻意呈现全身视角 但背景真的有点空旷 可以考虑丰富细节 或者将界面调整 平衡画面视觉 如果玩家持有的角色 都能在各自岗位待机 然后选角的时候视角切换过去 其实也是不错的呈现方式 而在界面方面的优化 确实有待加强 切换上人不够顺畅 以及提供角色快速升级的功能 做的很不明显 没仔细看的话真的会不知道 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某希望学的 字体也都颇小 每次想轻松玩游戏都被视力歧视 主要玩法应该不用多细讲 就是兵来降挡 然后有一个我觉得没意义 但开发者可能觉得很有创意的功能 就是可以轮映战斗画面 但是玩这类游戏 大多是保持上帝视角来观察机局 会拉近的情况应该很少 算是噱头大于实用性 而关卡的推荐等级跟玩家等级 只能作为参考 不代表真的可以随便碾压通过 确实还是有考验难度跟思考策略 但各关卡的难度平衡有点微妙 游戏有个餐厅功能蛮有趣的 能增加互动要素 但每个角色都做的跟军人一样 是不是有点太严肃了 而且看起来都不太开心 感觉好像在监狱 还有这个训练区也是 就只是在那边走来走去 你们倒是跟场景互动啊 总觉得我很想什么变态大魔王 把他们抓起来强迫战斗 又把他们关起来耍自闭 还有另一个速射功能 但目前只有开放固定角色 类似个别的剧情线 能随着好感提升来解锁更多要素 玩家可以Cue角色去不同的位置互动 只是这飘逸的长法 真的不时会让我出戏就是 你也能透过直接触碰角色来互动 这玩法确实在塔房作品上是少见的做法 课经典也看起来不算多 毕竟目前都只有单机玩法 前期也没有太多压力 扣除掉每日的活动作业感以外 还算过得去 至于未来会不会针对人权卡 影响通关平衡就不好说了 风格上跟另一款由韩国MESPA代理 于4月20号上架的TIME DEFENDER 也跟中国另一款还未上架的 克莱音色很类似 整体来说不算是特别新颖的题材 结论千房万房 终究是钱包难房 目前还是封测阶段 未来会不会上架也还不一定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 就先吃瓜观望吧 塔房类是目前市场的小偷 尤其克金需求相比其他手游 并不算高 同类目前能打的应该就名日方舟吧 但近期的营收也稍微下滑了 而另一款是千年战争IGAS 但这画风比较看人 未来游戏上架能否抢到市场蛋糕 就看策划的努力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BINDER 我们下次见 掰掰 在这边 摆拦到街上 倒入